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繼續跟進MIRROR演唱會的意外 提到01的記者踩上其中一間涉事公司 了解一下其實是誰安裝這個屏幕 另一箱的高官們也去了紅館 說會徹查事件 最新的消息如何 跟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說這個演唱會跌距形屏幕是壓傷人的 其中一間公司ITP就說只是提供視像器材 拒絕回答是否負責安裝 就回應指東西分得很小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 MIRROR一年12場紅館演唱會 連日來都發生意外 昨晚7月28日第四場開鬧 突然之間大屏幕墮下 壓傷兩名舞蹈員 其中一人是傷勢嚴重的 HK01的記者 今早7月29日到演唱會負責視像器材公司 ITP 拍門的 應門的員工就跟記者說 那間公司只是提供器材 沒有其他資料可以提供 至於被問到是否負責安裝 那位員工就指 演唱會涉及多個部份 就說那些東西都分得很小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回答你 根據演唱會借幕時的屏幕片尾顯示 今次的舞台機械 舞台工程和視像器材的提供 分別外判給協興隆舞台工程 凌藝廣告製作和ITP三間公司 當中負責視像器材的ITP 是創業版上市公司 而凌藝廣告就已經發聲明 否認和屏幕工程有關 記者今早早到訪ITP公司多次敲門和禁鐘過後 終於有一位員工應門 那位員工指負責人現在不在公司 被問到他們是否負責演唱會的大屏幕 他未有正面回應 只是說他們只是提供器材 並沒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至於他們是否同時負責屏幕安裝工程 各位員工指 整個演唱會涉及很多部份 就說那些東西都分得很小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樣回答你 又強調他們只是後勤 所以不清楚 就叫記者不要留下卡片 HK01昨晚在意外發生過後 曾經進入這間公司的網頁 網站曾經一度無法瀏覽 到午夜過後 網頁才回復正常 今早礦仔的第一則短片都說過 涉事的三間公司是曝光的 昨晚已經發聲明了 就說跟我沒有關係的屏幕工程 於是焦點去了另外兩間 ITP和協興隆 記者上了ITP間公司 直接對質 但相關那位的員工 看來都不是負責人 就說其實提供器材而已 至今仍然未有人搭到 究竟誰安裝屏幕上去 到現在仍然是事件發展當中有待調查 另邊桑也都看看相關官員 也都到達了洪館 根據HK01的報導 大屏幕一條降索斷裂 處方表示需要幾個禮拜時間 徹查事件成因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大家知道這件事 就一石激起千蟲浪 今天的中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 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處長劉明光 在這個紅磡香港體育館大堂會見傳媒 楊局長就表示事故當中大屏幕裝置有兩條降索 其中一條降索是斷裂的 事發過後 康民處已經成立了專責小組調查事件 初步工作需要幾個禮拜 目前處方已經發出停工通知書 場地所有懸掛裝置暫停 另外康民處就未來場地表演 將會與租場人士討論有關設置改善地方 避免場地出現高危設置 另外 處方指知識頭三場演唱會發生意外 曾經要求主辦方改善情況 康民處亦會成立小組 目前需要調查哪個程序出錯 政府部門會嚴肅執行和跟進 另邊商主辦單位在事後匆匆交代事件 指現階段首要照顧兩名商者 並會透過官方渠道宣布最新消息 7月29日凌晨2時 主辦機構在社交平台 專頁發表聲明 指全面撤查事故原因 並會取消剩下的所有長次的演出和網上直播 有關退票安排會盡快公佈 另邊商今早主辦單位亦指若然有人為疏忽 又不當行為會報警處理 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事件中亦牽涉兩位受傷比較嚴重的舞蹈員 一位是27歲 一位是29歲 送醫來沙白醫院治理 相信各位網友都看過片段 礦仔不再重複 但至少這個意外是相當之震撼的 據礦仔的朋友所說 昨晚有去演唱會的朋友 在現場離開的時間 那個氣氛是非常之差的 有人一邊走一邊哭 因為那個畫面太震撼了 在眼前 可能會有些心理上的創傷 若然各位的老友記 真的看完片或現場經歷過這一幕 是有些情緒需要支援的話 真的要適當地找回相關的方面求助 另一邊哭也說到這件事 為何會令人這麼生氣 家印日前開始 已經有人開始關注 這一次演唱會的舞台裝置 先有一些舞蹈員出來抗議 另外有一些網友幫忙做聯署 再到現在說第四天 那個事情才發生 另一邊哭也令人慨嘆 這些意外在以往的香港 好像很少見的 以往都有QC 各大部門 有簽紙 因為解救這次會弄得這麼淪盡 比較印象深刻的 莫過於幾年之前 黎明也搞演唱會 開演唱會之前 被一些部門截停 就說他不知道哪些東西 不符合某些規則 結果不讓開 那次黎明就拆那個炸彈 拆那個攻關炸彈 拆得很好 他誠心道歉 各界都很感激他 反過來 但這次就說 已經連開四晚演唱會 到第四晚才發生這個嚴重的意外 頭三晚的一個意外 是不斷發生當中的 當中當然除了是那個 那個舞蹈員受傷之外 在台上的表演者壓力一樣大 相信那些表演者 也不想見到這個情況 並且未經歷過 那麼大部電視跌下來的那一刻 的而且很難作出一個即時的反應 但怎樣說也好 接下來的所有演唱會 都已經殺停了 要調查事件的起因 另外三大公司裡 第一間靈魏 就已經割斷了 即是說的聲明 就說跟我沒有關係 另外兩間暫時是樸索迷離的 那處長和局方就說 要幾個禮拜的時間調查 才會有一個 即是近新的進展 但看來 各界就會嫌這個時間太久了 未免一定要有一些進展 還有主辦機構也要有所回應 而當中最重要大家都關注的 就是當然是舞蹈員那個情況 據了解他們的家人是外地說回來 希望政府到其時安排探訪 就不要被防疫規例 阻擋得太死 大家之後說回來 若然又要檢疫又要什麼 又看不到的 變了 結果就需要有關的部門 即特事特辦 怎樣說也好 都希望大家繼續集氣 支持兩位在深切治療部的 舞蹈員就帶步 濫過這一關 而這件事最重要 一定要徹查的起因 以前的香港 尤其是舞台 曾經一等一的安全係數 最高的一個紅館 因什麼解救 發生這宗這樣的意外呢 而且相關的影片 昨晚爆炸性的流傳 亦都說很多人看完之後 切夜難眠 怎麼說也好 希望各位向前行 最重要是要調查事件的起因 看看哪個案狀 有沒有人疏忽 若然有人疏忽 怎樣執行 怎樣執法 還有另邊商 就是怎樣 能夠令到相關的傷者 可以大步濫過這一關 另邊商也說到 其中一位受傷的舞蹈員 叫做阿摩 腦出血和頸椎骨折 通宵接受手術 父母在加拿大 趕回來香港探望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報導的內文是 相關的舞蹈員 阿摩就是傷勢嚴重 正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據悉阿摩送院的時間 雖然清醒 可以說話 但頭部和頸部受到重創 經檢查過後有腦出血 和頸椎第四節爆裂骨折 消息指他通宵接受手術 包括修補受損的頸椎骨落 若果作罪為打算 可能會引致永久頸部以下癱瘓 而有指阿摩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父親 李盛林牧師和他的母親 將會在明晚趕回來香港探望兒子 而在今天早上凌晨4點 行政總裁老廷輝在醫院外發表聲明 當中他職場鞠躬 向受影響人士致歉 他指阿摩留意ICU 幸好仍然清醒 公司會全力協助傷者家人 提供需要的協助 希望各位網友繼續集氣 好人一生平安 我是掛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